民間水上救生分隊 在每月例行的訓練中 除了訓練隊員們的體力 耐力及技巧之外 隊員之間也訓練團隊 與互相照顧的默契 另外也給予隊員們 足夠的心理建設 去應付面對各種狀況 就像我們現在出來訓練 都是要學習相互照顧 人下去訓練 就是要有人在上面看著 要注意 要不然的話 像這個肌肉水 如果沒有看好的話 就流走了 這很危險 看看水性好不好 然後如果有執行到 群怒的話 也要給他有一個心理上的 給他一個清潛教育 要心理建設一定要好 要不然我們他們有時候 拉上來就是已經往生的人 往生有人會怕 然後要給他一個心理建設 給他清潛教育心理建設 上來的時候不要怕 我們是在幫助他 水上救生分隊成立近50年 救官的民眾不計其數 在累計的經驗中 也提醒民眾 在遇到意外狀況時 鎮靜相當重要 遇到溺水的情形 也不要貿然下去救人 因審慎思考 鎮定解決 剛才的事情狀況的 正前很重要 第一就是你今天要去的地方 你先看環境如何 水性如何 要了解 如果真的遇到時 就自己要正前 我們旁邊看到的人 不要下去救 以前的都下去 都沒有 我們想說 我在旁邊出頭的時候 旁邊的環境 你先注意一下 有茶雞 有塑 都要注意看 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茶雞 或是用茶雞 或是用塑 等給牛 我們不要下去 只要牛 只要牛 還有兩人都要下去 在這裡 所以讓大家 出門出門 環境所看到 早上有什麼 帶來救生的東西 試鋸做什麼 先看好便宜 議員羅美玲表示 在訓期期間 水上救生分隊 相當辛苦 議員也呼籲民眾 在暑假期間 吸水游玩時 要特別注意 水域及自身安全 民間向 水上救生分隊 是我們國內少數的 水上的救生隊伍之一 每一年的運期 到了時候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每一個月 他們都會定期的 舉辦訓練 最主要還是要加強 他們的一些 基本的功力 美玲在這裡也呼籲 我們的民眾 一定要注意 水域的變化 尤其是暑假 也快到了 很多小朋友 可能也會到河邊 溪邊去吸水 我們都希望說 這些民眾 這些孩子 在暑假的時候 能夠特別注意 注意水上的安全 感謝水上救生分隊 所有隊員的武師奉獻 回報著慈悲精神 不為風雨的默默付出 也期盼鄉親們 在出外遊玩時 要選擇有救生員的安全水域 或游泳池 不要前往公告禁止 吸水的區域 以免發生憾事 民意新聞林家會 民間採訪報導 請問 忍 加入